我们最厉害的小伙伴 枪声响起 同学们迈开脚步跑出校门 展开厚普国小校时首次的全校路跑 今年是厚普国小60岁的里程碑 校方筹划了十下最夯的路跑活动 由校长、家长会长和名义代表们身先士卒 带领全校3000多名师生动起来 迎接这历史性的时刻 今天总共有大概3000多个小朋友 和家长、社区好朋友们一起路跑 我们希望透过路跑的活动 能够凝聚学校亲师生 以及社区的情谊 我们共同跑出健康、跑出活力、跑出自信 我们要缔造风华甲子活力 厚普60周年的印记 这一次的路跑最主要是要凝聚 我们学校跟周边的社区 我们的那个凝聚这个团结度 是hop 那就是个希望的意思 也希望带给这个学生有未来 跟这个社区里面凝聚这个希望 这一甲子时间实在不简单 那我们今天举办这个路跑活动 就是希望我们老师、同学、社区、家长 大家一起来共襄盛旗 厚普国小是我们板桥地区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学校 船头非常好 更重要有很多杰出的校友 那今天60周年夏季举办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路跑活动 我们希望大朋友一起用这种欢心的心情来庆祝学校的生日快乐 透过路跑可以让同学感受到路跑需要的毅力、体力、耐力 那同时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够有好的学业 可以说是五欲并尽 我觉得是非常好非常值得鼓励的一个活动 结合60周年校庆举办的hop 国小全校路跑 总共分为三种路线 低年级同学绕跑学校一圈 中年级同学跑到成都街后回城 高年级则是跑到建设公园后再跑回学校 以不同的路程安排 让不同年纪的学子都能在安全且能力所及的情况下 享受路跑运动的乐趣 我觉得很兴奋 因为这是学校第一次办这种活动 所以我就很期待 学校有帮我们准备这个极多多的纹身贴纸 然后还有这一件就是学校定制的校庆运动服 我就很喜欢这些东西 因为很感谢学校为这个活动 然后帮我们做这样的东西 首度举办的hop 国小全校路跑 特别用英文谐音hop 为主题设计运动T恤 同时还发送极多多徽章 鼓励hop 国小全校师生 共同跑出幸福的未来与希望 以青春热血的方式迎接下一个崭新60年 中家新闻 吴亮贤 板桥报导 不离开 钢桥报导 市 troops 牧场 930年 940年 2212 sabemos